唐杰以钱英臣的身份混入 为了避免起疑 不得不向练手们提出增援要求 增援包括人手 也包括物资 其中更有一部分对其他人的承诺 总有一些需要兑现的 笔记的事倒不担心 本体那边先逼钱英臣写出来 再以法术硬献给分身这边就可以了 但是唐杰没想到 炼兽们竟然会把金玉堂这个败家子给派来了 别看他是灵魂真人 那全是他爹不惜本钱硬推上去的 实际战力扎到派里随便一个开始 都能打得他站不起来 炼兽们派金玉堂参与此事 也未免太过儿戏了 这可不像练手们的做法 当然了 从唐杰的角度看 这倒是装好事 不过 他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果然 金玉堂摇着扇子 哈 倒也不全是 这门里派的是奥赤虎他们过来 嘿 正好 我最近这段时间没什么事 听说你们这抓捕唐杰不利 我便过来帮帮忙 原来这次的增援是奥师兄啊 这个奥赤虎 唐杰知道 他是血杀真君的二弟子 心魔真人 是真正的炼兽门精英 以身实力 可比金玉堂强猛出不知多少倍 估计能与玄中子并列 很显然 封不至的死 让炼兽门也是颇为恼怒 因此 又派了一个更强的 不过他再强 碰上金玉堂这种二货 估计也甚是无奈 唐杰可以肯定 他绝对不是炼兽门派出来的 而是自己半路上 就着奥赤虎不放 死跟到这儿的 只不知他哪根筋搭错了 好好的风花雪月不去享受 竟然会跑来抓唐杰呢 唐杰笑道 那不知奥师兄现在何处 他呀 正跟那个什么 什么男老鹰一起说话呢 研究如何抓捕唐杰呢 我左右无视 便先来看看鹰臣 等什么时候有了唐杰的消息 我们便一起出手将他抓来 听他说话 这抓唐杰一事 仿佛三根手指掐天挪 轻松简单 这个嘛 唐杰看着金玉堂 再抬头看了看老管家 老管家倾咳一声 少爷 通陵山区复杂诡异 那唐杰又狡诈 诺诀 此时不亦为呀 金玉堂不耐烦道 哎呀 我知道我知道 不过再狡猾 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只要抓到唐杰 到时候 天下谁还会不知我金玉堂的大名啊 到那时 红霞仙子自会败倒在我的脚下 我看他还敢说我是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 唐杰听得目瞪口呆 看清 这小子跑来抓自己 还是为了扬名跟泡妞啊 说起来 唐杰现在的名气 的确值得成为一些人的目标 他如今是恋兽门的通缉人物 万仙榜上 新秀榜上 更是位列前十日 与王爵灭等人齐名 要说是为了修仙资源来对付他 他见得多了 但是为了扬名和泡妞而来的 这还是头一回 他自修仙以来 接触的大多是理想 有抱负 有志气 有能耐的有为青年 那些无能之辈 多不与之接触 如今乍一碰上 还真是颇有几分不适应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脸上已是堆满了笑容 有今上来此 唐杰难逃已 金玉堂已是哈哈大笑起来 蠢才的一个基本标杆就是 从来就认不清现实 尽管关于唐杰的各种传闻 早已证实了 这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 金玉堂却可以毫无难度地 无视掉这一切 并理直气壮地认为 自己一来 唐杰必然束手就擒 看着金玉堂的笑容 唐杰突然意识到 此人的到来 对自己或许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比自己获得一个神队友 更好的是 对方获得一个猪队友 这简直是上天恩赐的礼物 金玉堂的到来 的确让玄黄行功 很是鸡飞狗跳了一阵子 唐杰很快就意识到 这位大哨的折腾能力 由于显玄黄行功的住宿条件简陋 这位金大哨 让下人直接找了一处宽敞的地方 另辟行功 他砍光了方圆百丈的树木 并在那里使用了一套组合式的宫殿法宝 在平地上 硬是生成了一座比皇宫还要气派无数的宫殿 此后 这哥们儿每日里在宫殿中大肆行淫 他的手下每天都要进出大山 为他寻找可供给淫乐的女子 南宁江辛辛苦苦建立的封山大阵 本来是轻易不动的 现在因为他 竟是几乎每天都要开启一次 这事儿几乎让南宁江疯掉 因为如果唐杰知道此事 他只需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发动传送 轻易就能离开 到那时 天空海阔 便再没什么能阻拦唐杰的了 事实上 唐杰也的确知道 他没走 仅仅是因为他不想走 最后 还是犬王何长安亲自出马 才喝止了这位金大少 把通陵山区当自家后花园的行为 断了从外面的补充 这位金大少就自己在山里找乐子 他很快就喜欢上了打猎这种活动 是的 他开始打猎了 猎那些妖物 当天神工的每个人 都小心翼翼尽量不去伤害大山中的一切存在时 这位金大少却堂而皇之地在山里面开山辟石 大兴土木 四处游列 不见如此 他还拉着唐杰一起玩 唐杰怕暴露自己 起初还尽量躲着不见 后来才意识到 这货压根儿就是没脑子的 以他的智商 根本不可能注意到 假乾婴臣与真乾婴臣的差别 就算注意到了 也不会想到唐杰的身上 所以也便干脆不客气地 跟这位金大少一起游山玩水 唯一值得小心的是那位老管家 以唐杰的洞察能力 竟然自始至终都没看出他的境界 看不出来 却可以猜出来 心魔妻是不可能瞒过唐杰的洞察的 这老管家肯定也不会是子府 所以唐杰猜测他多半是化魂 而且是精于隐藏自身的化魂高手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 血杀真君才会放心让自己儿子四处鬼混 除此之外 就是那位奥赤虎 作为炼兽门真正派出来的帮手 奥赤虎倒是一个相当精明能干的人 此人据说早年也是猎户出身 极为擅长丛林追捕 正因此 炼兽门才会派他来接替风不至 此人这番过来 一共带了六十名手下 其中五名灵魂真人 二十名狂兽堂弟子 三十名兽化武者 及五个御兽师 狂兽弟子就相当于喜悦派的战堂 战斗实力强悍 兽化武者则是一种低级武士 这种武士的普通战力一般 不过人人都掌握某种兽化的能力 一经使用 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实力 是一种极佳的炮灰 在六大派掌握的炮灰武士中 恋兽门的炮灰应当是最实用的 至于御兽师 则与万兽同心绝不同 主要是通过药物引用和驾驭大量妖物 为己所用 与正式的炼兽门弟子不同 他们在御兽上的实力更强 能够驾驭的数量更多 极无限制 不过在质量上有限 对于开制以上的妖物 极无作用 兽化武者和御兽师的存在 正是针对唐杰的斗兵而来 几度交手 斗兵发挥的作用已极为清楚 尽管个体实力仍弱 但是利用他们强大的配合 唐杰总是一次又一次的隔离对手 制造各个击破的局面 斗兵们杀的修者或许不多 却已经成为唐杰手中的战略性兵种 兽化武者和御兽师 就是用来对付这支兵种的 与他们一起担负这个任务的 还有天神功的执意武士与金甲傀儡 唐杰一边计算着双方实力的对比 一边静静等待着时机 他也不着急 本体还在训练许妙然三女 每拖一天 许妙然他们的实力就提升一分 分身还继续游走于一种人物之间 获取信息 欺诈资源 监狱堂的到来 让唐杰有了新的欺诈对象 作为血沙真君唯一的儿子 这哥们的宝贝还真是不少 此外 恋兽门的物资支援 让唐杰获益匪浅 利用两个门派的特殊关系 唐杰与南宁江互一互惠 内外勾结 悄悄的摊没着一批又一批的物资 漫长的追捕 没有为天神公和炼兽门 抓到他们要抓捕的敌人 却肥了每一个负责抓捕的人 这让唐杰不由想起曾经的年代里 皇帝为了整治吏部 清查腐败 派出大量官员巡查 结果没能查出腐败 反大卫帝国又增加了大量的蛀虫 眼前的情况 岂不正是如此 当然了 这种事终究长不了 快乐的日子也总是短暂的 两个月后 今天唐杰还在清幽小柱中静修 西餐痕来了 他来的第一句话是 上面要增派三千金奖 三千金奖 唐杰吃了一惊 什么时候 一个月内 唐杰常常吐口气 这么大的手笔 天神功失去耐心了 不能等到三千金奖赶赴 否则你没有希望 西餐痕倒 看来是发动计划的时候了 唐杰悠悠倒 西餐痕眼中泛起一抹亮彩 你确定 我确定 唐杰很肯定的回答 老实说 大山的秘密 我也很感兴趣呢 尽管获得大山意志的眷顾 但是大山到底是什么 其意志因何而来 唐杰依旧完全不知 如果可以 他很想再了解更多一些 这样的事 仅凭他自己自然是做不到 那就需要敌人的帮助 三天后 玄黄行功 你再说一遍 南宁江头一台 眼中射出一道金光 直视那跪在地上的直翼武士 直翼武士大声道 在山区西侧 发现一处密地 可以让普通野兽晋升为妖兽 使妖兽晋级 却只在一日之间即可完成 怀疑内有逆宝 可提升妖物实力 此观察亦有数日 观察对象近百 基本可确定属实 怀疑大山内部的妖兽 之所以杀之不绝 就是因为此故 南宁江的眼神 急速收缩 能够让野兽提升为妖兽 让妖兽实力进阶的宝贝 那可绝对不是一般的宝贝 至少也得是神针级别的 说不准 更是和大山的秘密有相关 如果这消息让恋兽门知道 他们一定会发狂的 等等 恋兽门 南宁江突然心中一惊 联兽门 知道这消息吗 那执意武师回答 观察的时候 并未注意封锁消息 也没有刻意避开 联兽门的盟友 所以他们有没有察觉 暂不可知 但据属下估计 就算现在不知道 早晚也会看出来 南宁江 长出了口气 嗯 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看着那执意武师离开 南宁江在房间里左右夺步 在这个关键时刻 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消息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可以肯定 一旦炼兽门得知此事 绝对会不惜代价去探索那里 炼兽门实在太需要这类宝物了 可是炼兽门需要 天神功又何尝不需要呢 要知道通灵山区再怎么难以控制 也还是在墨业的地面上 想到这儿 南宁江已是急匆匆的走出房间 静止去了犬王的修炼所 姿势体大 南宁江也不敢擅自做主 玄黄行宫的后方 一间静室内 南宁江来到门前立定 却不说话 他知道 自己的到来 没可能瞒过犬王何长安 果然 静室中传来一把浑厚有力的声音 何事自扰 南宁江这才将武士的发泄 告知何长安 静室中沉没了片刻方道 是在何地 南宁江倒出位置 静室中再度沉没片刻 方才道 中部了呀 是 南宁江应声 那可让野兽提升为妖兽的所在 已是在通灵山区的中部 通灵山区 越往里去 便凶险越大 别看天神宫抓 唐杰抓得热闹 实际上 要把通灵山区 分成里中外三个部分 那么 他们一直 就没离开过外部 实质 只在这一带打转 因为这里 是他们唯一能 确认安全的地方 中部 却已经是他们不敢轻易涉足之地 这也是 为什么他们始终抓不到唐杰的根本原因 因为唐杰每到危险的时候 就往中部跑 天神宫 却不敢向唐杰那么拼命伸入 只能在外围 慢慢地寻找机会 宁江 你怎么看 静世中 声音在传 南宁江回答 抓捕唐杰一事 已拖得太久 不敢进入中部 一直都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但要想抓到 我们就总需冒险 我觉得 这次是个机会 练兽门呢 知道那里可能存在的东西 他们一定会很乐意为我们打头阵 做前锋 但不管他们得到多少 只要我们还是地主 就会得大头 那唐杰呢 之所以出现那处地方 就是因为执意武士 在那里找到了唐杰的行踪 以唐杰之狡诈 当早知道那一带的蹊跷 所以才轻易不肯离去 此举正好一举两得 一件能够晋级的宝物 一个长期搜捕的目标 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 产生的诱惑力 无疑是巨大的 净事寂静良久 终于传来犬王之声 既如此 那便试试吧 当夜 来自玄黄行宫的消息传来 在通陵山区中部 发现唐杰踪迹 同时发现可进阶密地 所以 所有人准备出发 得知此消息 恋寿门群群汹涌 战役高昂 接到消息 唐杰悠悠说道 绝战的日子 到了 喜欢打消息 你说io 最后 接到 唐杨 敦